在演講中 從英語切換成台語 回答局新長黃仁軒 時不時繞幾句台語台槓 不過這樣的語言 到底要叫台語還是閩南語呢 他講的應該是台灣台語 這語言怎麼稱呼教育部十八號公布 為了配合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要將閩南語能力考試的名稱 改為臺灣台語能力考試 預告其六十天最快九月就會上路 在名稱上面動手腳 但本質上絲毫沒有改變 這種自嗨式的RQ勝利法 其實就是在同溫層裡面取暖而已 在野黨批評執政黨玩文字遊戲 更質疑原住民語比閩南話來得早 而客家人與閩南人同一時間 從中國移民到臺灣 難道原住民語和客家話不夠臺嗎 專家表示支持正名 而依照教育部在行政院公報說明 英參著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書面用於規範國家語言的正統名稱 前面其實都有臺灣兩個字 所以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臺灣客語 臺灣臺語當然都是臺灣語言 只是近年來中國常常使用閩南話 向臺灣喊話 此時證明是否能夠做出區別 專家 學家 其實他們這個說的議員 也有不一樣的差別 其實跟我們的台語已經有苦分了 儘管戲出同門 但隨著歷史和文化的演進名詞 也出現地域區別 如今政府證明走向稱呼為臺灣 臺語引發雙邊立場討論 華視新聞柯子雲城之學台北採訪報導